如果说人文宋是深圳文化走出去的典范 那么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祭 就是深圳文化引进来的代表 而深圳环球设计大奖 表达了更多是面向未来的城市文化愿景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2017年3月25日晚 一部德沃下课的狂欢节序曲 拉开了首届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祭的序幕 那热烈欢快的旋律 宣告了这座城市正式进入了节日时间 在接下来的23天时间里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17个国家 700多位伟大的艺术家 在深圳齐奏思路划张 升起16场国际音乐祭峰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祭 是国内首个联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文化活动 即使保障深圳人文化权益的音乐盛宴 更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的平台 联合国家和文组组织前文化助理总干事 Francisco Vandering先生 连续两届亲临一带一路国际音乐祭的现场 在他看来 音乐祭为新兴城市的文化发展 树立了典范 深圳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乃至全球文化交流发展 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特别是年轻的音乐力量 提供国际展示的平台 弘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Francisco Vandering先生认为 深圳有很大的机会 成为世界的文化创意中心之一